大家不要在这边好不好 怕危险 公寓一楼不断冒出黑烟 警销人员赶紧现场 立刻护起水线 因为还有人受困 打火弟兄二话不说冲进火场 但民宅通道却堆满杂物 还有瓦斯桶增加了救援难度 费了好一番功夫 总算把住户一一疏散 应用的警销人员 抱着五岁男童 头戴共生面罩 仍旧惊魂未定 当时同样受困火场的 还有一名三个月大的男婴 以及一名29岁的男子 都分别送往临近医院救治 那个妈妈她当时就是 她呜着脸跑算 然后脸算 就是她算蛮慌张的 就跟我们说 她孩子现在怎样 里面还有几个人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发生在18号早上11点多 新北市土城清水路的一处民宅 疑似因为神明厅的电锅起火 火势迅速蔓延 还波及到楼上住户 孩童受困 场面相当危急 虽然最后有惊无险 但消防人员还是提醒民众 住宅通道 平时务必保持畅通 并且安装住警器 防患未然 毕竟水火无情 多分预防 也就多一分心安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导